好 但你来看到花193线玉里公前路段28号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一名阳性驾驶开车行经这个路段不知何故 突然横跨道路双黄线冲到对象的车道 一面撞上了行驶的水泥车 造成阳性驾驶跟古姓乘客两人是分别受到轻重伤 紧急送医救治 深色轿车时空撞上水泥车 车上乘客被附近民众救下车 而赶底现场的警销人员则合力将受困车内的驾驶救出送医 28号上午阳性驾驶开着这一部深色轿车行经花193线到玉里公前路段 不知何故跨越双黄线冲到对象车道 迎面撞上了这一部水泥车 玉姓水泥车驾驶错不及防 由于撞击力道强大 两幅车车头严重回损 深色轿车失控波及道乐停靠在路边的车辆 撞到路数之后才停止 现场汽车零件散落一地 两性车车驾驶与骨姓乘客分别受轻重伤 一部自小客车由台东往花莲方向行驶 驾驶到事故地点时 因不明原因驶驶驶路对象车道 撞击南下行驶的水泥浴办车 而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受伤 经目前送医治疗 而警消大达现场后 除了救护3万也在现场立即疏导交通 迅速将道路恢复顺畅 警消也在事故现场发现 阳性驾驶的家全宠物不幸中创送命 深入调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及造则的玉里分局也再次呼吁驾驶人 请小心慢行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行的安全 记者时遇蓝玉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